這段影片是解釋這十多條的mc或 shortquad 這就是quiz的Arithmetic Sequence and Geometric Sequence 即是8月17日做的quiz 好 開始了 第一條想說回 如果我們比較靈活一點去看 其實就不需要特意用a加n加d那條 即是可以數回4到-26 到底呢 其實走了多少下 其實total就走了六下 這個d當然不是那個d 不過我用那個symbol 就是讓你舒服一點 即是六個difference 而每一個difference 我叫d星 即是免得撞了symbol 如果每一個symbol 代表由-26到4 中間就走了六次 即是每一次 其實就是代表走-5 好 既然每一次走-5 那我要找g 其實要走多少次呢 就走1 2 3 4 走了四次 或者你反過來數就可以 即是-26加5加5就可以 所以答案呢 就是4加-5 再乘4 就是-16 好 那當然啦 這條呢 如果你是用那個基本功 即是叫做a加n-1d 都沒有問題的 那你數到4是第四個數 所以就是a加4-1d 就等於4 而這個a加-26是第幾個呢 154 5 6 7 8 9 10 第十個 那就a加n-1d 出到-26 那你都一樣可以解決到 difference 是這個-5 為了不要撞 symbol 我叫它d 其實它就是difference 這樣解決 好 那接著呢 第二條 就是那個 log的 property 要去記住 因為那個rhythmic sequence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代表個相差一樣 那什麼為相差一樣呢 我會用log-b-log-a 和log-c-b 這兩個difference 是一樣的 那我就用回log的property 將這個log-log 就會合併成為 log-b-a 後面呢 就是c-b 那兩個一起 10power 即是頂頭槌 就上了去 那就令到 10power-log就會弱了 即是個log 兩邊一起抵消了 就變成 b-square 等於ac 這條 好 接著呢 就是第三條 這條呢 就是那個 嗯 照做 我們叫做a 然後去到第九個terms 就叫做a加8d 第十個terms 就叫做a加9d 這個就是很standard的做法 我們就會這樣想 就是 希望呢 我們就寫到 好 d in terms of a and b 那現在呢 因為這個呢 叫做b 那就是我有呢 b等於a加9d 那我們的終極目標 是找第九個terms 那第九個terms 那就是a加8d 那我們的目標 就不可以有d在這裡 那就是代表呢 我就是希望將d寫成a和b的化身 那為什麼寫成a和b的化身呢 我們就把這個d 變成b-a over 9 那我倒下來呢 就是a加8乘以b-a over 9 做了一點點的通分五毛 那我就可以去約選到它了 那答案呢 就是a加8b over 9 就是a的答案來的 這個呢 這個呢 上課也說了一點點 就是一個很新穎的想法 這個就要很容易會貫通才可以的 他就說呢 第一個term叫a 第二個 第十個term就叫b 而第九個term呢 就是問你是什麼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一堆東西 切成好像8比1兩份 為什麼呢 因為由1到9是8份 9到10是1份 那這個8比1呢 如果我們grade9學的session formula 你還有一點印象的話呢 那就是叫做8乘以第10個term 再加1乘以第1個term 即是代表8b加a 再over 8加1 這個就是第9個term 如果你記得呢 就可以很快地做到 如果不記得 也可以用上面的standard方法 好 第四條呢 就是先說一下mc的技巧 mc的技巧就是 其實呢 abcd是沒有定的 即是我們想知道的答案 就是我們求來老作 老作abcd給他都可以 那怎麼為老作呢 你心裡想到什麼就什麼 他說common difference是9 那我作過 sequence是2 11 20 29 或者是任何東西 是符合到common difference是9 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老作完之後呢 那你2-a over 3 就是2-2 over 3 2-b over 3 就是2-11 over 3 2-c over 3 就是2-20 over 3 那你就可以得到 這個新的sequence 那你就很自然就會看到 common difference是-3 那當然這個是老作 那如果不老作 那怎麼看呢 我們就學過一個技巧 就叫做 如果它整條色一起乘 或者是平移 就只是乘那部分 會影響到的 那所以由a變成2-a over 3 其實它做了什麼呢 那如果我化回兩步 其實第一步就叫做 先乘這個負1 over 3 這個叫做step 1 乘負1 over 3 而step 2呢 就是加2 over 3 step 2叫這個位置 加2 over 3 那後面那部分叫平移 平移和common difference 是不會影響到的 那所以只看第一部分就行了 叫乘負1 over 3 那所以就由原本的9 乘負1 over 3 出到的答案就是負3 好 接著第五條 問你哪一個是做metric sequence 第一呢有一點點音 因為它前面那些全部都是 乘2乘2乘2 是喔 但最後那個31不是 所以就不是了 而第二個呢 都貌似是 因為你看到3 9 27 81 但是呢 因為它是power上面 所以其實你可以這樣想的 由2的3次 去到2的9次 其實它在做什麼呢 就叫做乘2的6次 但是由2的9次 去到2的27次呢 其實呢 它就是乘2的18次方 由於這兩個ratio都不同 所以2是不是的 第三個呢 我就會化成 lock 3 lock 3 square lock 3 3次方 lock 3 4次方 它3 9 27的全部都是 但是如果你用了lock之後呢 就會變成 lock 3 2lock 3 3lock 3 和4lock 3 那這個就是一個arithmatic sequence 因為全部都是加了lock 3 就不是成 所以就不是geometric 所以三個都不是 就是none of the above 然後到第六條 這條就相反了 是all of the above 這條呢 先看第一個 那你每一個都叫做乘3 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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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三個都是 那要檢查四個terms 要不然呢 你最後一個無端有一個音理都可以 那第二個為什麼是呢 就這樣 叫做乘3分1 每一個terms都是乘3分1 第三個為什麼是呢 就是每一個terms都是乘3的3次方 所以答案是1 2 3的 第七條 geometric sequence 找第九個terms 這條呢 我就想你先用一個 就算我不背公式 都做到的方法 就是 其實你拿著一部計數機 你拿著3 然後呢 乘3 那就出到-9 然後呢 你再按乘3 就要出到answer乘3 然後你就不停地按exe 你心裡面數著 第幾個啊 第3、第4、第5、第6、第7 那你就會不停地 這樣呢 會出到這一堆數字的了 OK 那你就按到第九個的時候呢 就是應該是這個 嘩死了 19683 好像是 那你同學會按了負19683 那這個就是 基本上你寫完答案 再 double check 遲到它是正還是負呢 怎麼想呢 就是你看著這個數字 第一個是正 第二個是負 第三個是正 第四個是負 那就是它的pattern叫做正負、正負、正負 那去到第九個應該會是正的 所以就是正19683 OK 那今天講完那麼多 那不如用一個調色 調色叫做 AR to power n-1 那現在找第九個 就叫做 3乘以 common ratio是負3 9-1 就是power 那如果用這條色呢 其實都一樣會做到19683 即是調色不會騙你的 好然後第八條 都一樣 如果你用計數機 就不停地成負2 不停地成負2 那你就可以 讀到第十個term 這個是我建議的方法 因為很穩陣 一定不會錯 但是你用公式 就是做個double check 就是負6就是a 乘以r的n-1次方 即是負6乘以負2的10-1次方 那你都會計到答案的 就是3072正的 好然後呢 下一題 這個geometric sequence 它的定義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的雙乘的倍數是一樣的 那如果我要用一條式去概括這個 就是叫做a加2overa 即是除 第二除第一 和第三除第二 那個倍數會一樣的 然後就做一個交叉雙乘 就約了個a 約了個a square 那就應該出到答案的了 那你最後做個double check 4、6、9 是不是做metric sequence 因為每一個都是乘了3over2倍的 所以它是 好第十條就真的非常困難 不過呢 我想你有個sense就是 就算你不懂也好 你應該懂得check 怎樣check呢 你很快就check到a是錯的了 因為你只要代n是1下去 就叫做6乘以3的一次方 出不到6 我一定要目標出到6 但現在計算到18 所以a就一定錯了 而b呢 我check下去 代n是1 就會出到2乘以3的一次方 是6 代n是2 就是2乘以3的一次方 等於18 其實都很貌似對的 而實際上真的對的 但我們不可以輕易去下判斷 我們先測試c c呢 就是代n是1的話 2乘以3的1-1次方 就是2 已經錯了 而d的代n是1好像對 但你代n是2下去 就會check到 不是18 所以答案呢 就是boy 說這麼多東西 其實真的想告訴你 其實mc不一定要用太standard的方法 很多時候你要小心求勝 就是要每一個都check得很清楚 它有沒有可能錯呢 是錯的 就不要圈了 我看到很多人都圈可能c 或者a 等等 我們用回正確的做法 說一次 那就是 那條式叫做 a乘以r to the power n-1 所以這條式就叫做 6 就是a r就是3 就是common ratio 3倍 然後我再乘以 power n-1 而這個好像abcd沒有一個是這個答案 那我們就怎樣呢 其實就要做少少的simplification 在這裡 將6變成2乘3 然後呢 就再將這個3的1次方 和3的n次方合併 n-1次方合併 就變成2乘以3的n次方 這個是真正做法 但是呢 我不是expect你真的要懂這樣 就是你要知道 check了4個abcd 你就可以肯定自己不要錯了 好 最後一條 just for fun 我們都小小解釋 但是不懂不是太重要的 即是我們呢 so far呢 都看到這些數字都是很漂亮的 但我怕你對著一些不漂亮的數字 你就搞不定了 所以我就想用這一條去告訴你 做法就跟那個數字漂亮不漂亮 沒有關係的 我們由10abc去到100 就是乘了4次r 所以第一條式呢 就叫做10r4次方 就等於100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r的4次方 就是10 那怎樣督機督到r出來呢 它當然是一個噁心的數字 如果我要督機督個r 那就是由r的4次 要變成r呢 其實我就是在做power1over4這個過程 即是我 both size都要power1over4 那我就會寫到r等於10的1over4次方 那這個數當然是督機督出來的 那你會督到是1.77827941 那這個位置要小心喔 那為什麼我特地問是maximum value 而不是只問value呢 是因為呢 其實它r呢 可以是正 亦都可以是負的 那這個位置就真的很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power是一個even number 很容易就會overlook 即是不覺得 負的也可以 因為平常square 你會發覺是負的 但現在四次方都是一樣的 只要它是一個even power 它就要考慮負的了 那所以呢 我就利用負的那個 就會出到最小的c 因為我要maximum value of g-c 那就是盡量出最小的c出來 那怎樣做呢 就是10乘以r的三次方 那如果我take r是負1.77827941這個數字呢 那你就會做到呢 c就是負56.23413252 那你類似的方法 去做一個g 那我怎樣做g呢 我就再詳細地寫一寫 那就是10 今次不用r 我用另一個symbol 當它乘s 不停地乘s 那就是10s的5次方等於100 s的5次方等於10 那今次呢 就因為s的5次方是一個od power 所以就不需要考慮負的了 那s呢 就這樣是10power5分1就可以了 而這個10power5分1呢 就是1.584893192 那我利用這個s呢 你就可以找到g出來 g就是10乘以s的4次方 那我就用回1.58489這個數字 就應該計到g大概是63.0957 那你就把這個數字減回-56 那你就出到答案呢 就是119 correct to physics 那就講到這裡